這讓不在哪裡呢 這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國土計畫法的基本精神是保育 我們先從這個大的想法是保育 那保育這個字就很可能會被黨才扣 因為剛剛已經談到這個 我就不再細講 那國土計畫法裡面除了保育以外 它的內容裡面有幾個應該比較重要的事情 程序上來講 先得要定位說 剛才是有一位提到的說 中央和地方的關係 那這個部分 在過去的國土計畫法 可能會把比較多的實質 力量交付到地方去 中央只是給保育的一些基本原則 但真正劃設到上面去 是用地方的這個劃設 但是這一次 我剛剛講的 這個精神的調整之下 可能這些東西會讓一些不一樣 第二個國土計畫法的一個精神應該是在界定說 對於一些產業性質的 對於受到這個其他環境影響的一些東西 策略意義到哪裡 到什麼程度 還是通通把建築比較剛性的文字和這個計畫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值得討論的地方 那這個部分 我的感覺是政府現在通通都完全沒有 也就是說今天國土計畫法 把定位為叫做內政部品建署 下面比如說綜合計畫科 計畫處 就他來提這麼一個東西 對於其他的剛剛所談到的 農委會說他要把這個就地合法 這個產值要加倍 這件事情 因為國土計畫法沒有發言權利 因為在這個時候他根本沒有一套機制來做這個事情 所以策略性跟這個機制是第三個問題 下面還有兩個 當然夏老師有提到的事情 一個當然就是都會區的定位 都會區的定位在過去的任何的 我們的這些空間計畫法或什麼東西裡面 是沒有這個東西的 先應該要定位這個東西 那這個是大問題 這個大問題 再來一個就是今天講的流域整治這個組織 因為這個組織已經是把它當成是不單是政見 而且是計畫法裡面明定要去界定 但這件事情在現在的不管是三中十五線 或所有這些東西裡面 完完全全沒有去界定它 它可以是一個非常有一個整合性的 非常能夠從保育出發來幫台灣重新思考的事情 它都沒有 最後不是在這個程序裡面 但是國土計畫法裡面也不知道會加入多少 可能就是對於海洋的態度 那海洋態度因為它也可能把它當成說 我另外有一個海洋法的幾個法體系要去弄 所以這個部分很輕輕帶給我規定 但如果國土計畫法裡面對於海洋這個地方 給予的高度不夠的話 後面的東西就必然會變成是 可能只是變成是漁業署的配合了一些什麼行政文件 所以這個當然是國土計畫法裡面 來來來來我講話你把它說一點 但是我其實想要來把剛才去荷蘭那一次拉在一起 上一次嘲笑也大 雖然災情不易 這一次是自己要再 趕快要把這個 建築與把這個規定條例等的通路 把凍結跳過趕快要來建築這個東西的時候 應該是會按照一些馬蕭當時的證件會落實 但是如果前面那些東西 沒有經過一些適當的討論跟一些處理的話 其實現在通過這個東西 就沒有在台灣本來從災裡面 所應該要得到的保育這個概念 把他們從頭貫徹到這個執行下面去 就喪失了這個機會 因為看起來他們沒有那麼在過這個事情 這次是我剛才提到的 我順便這樣提一下 那最後一點的 荷蘭的這個工作 我自己當時所看跟今天金王老師講 跟我們現在台灣在 不管是國土計畫法 或者現在接下來這些事情 我覺得最值得我們來注意的事情 可能還是在於 剛剛談到那個華老師所談到的那個 比較是專業的研究機構 那這個事情 我們現在正在想辦法用各種方式 想辦法跟政府做提案 還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那我強調這一點就是因為 其實台灣今天你說好像我們對於 這些什麼災啦 空間啦 空間治理裡面 三都四無線 很多那七八都事情 好像都知道一些 但是其實一樣樣來細看的時候 每一樣東西其實資訊都不是很完整 那更何況 從這個資訊裡面去做一些整合 判讀這件事情 在我們的政府機制裡面是可以 甚至於我說的誇張一點點 在我們的學術環境裡 恐怕有勾 所以這個上面 想辦法借著不管好保育 在以後這個事情 保育他們要就不重視嗎 我們也沒辦法了 這個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 但今天假如中央真的是想要把它顯現出說 我就要來逾越中央 逾越地方 就是一條邊要來做些什麼事情 那沒關係 你要用這種比較中央集權 也沒關係 那我們就把中央集權裡面 某一些屬於需要有的研究能量 或者是這種比較專業的幾個機制 能夠在各種場合裡面 大家來共同呼籲和建立 那現在華老師這邊 我們在想的一個想法 剛剛給大家做參考 是希望把它拉到 跟氣候變遷這件事情 拉在一起 把它當成說 現在氣候變遷這件事情 不單是這個王老師剛剛講的 荷蘭人注意注意這件事情 全世界都在重視這件事情 只有台灣對這件事情 簡直是麻木不忍 那我們氣候變遷這件事情 是當成是一些科學研究裡面 跟全世界一起去找因果 但是那個因因 跟台灣現在的空間 跟台灣的生活該做什麼調整 產業該做什麼調整 完全沒有銜接性的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想 從這個地方來入手 看看說 氣候變遷這件事情 對於台灣 這麼樣的一個海島環境也好 我們比較靠外面的 這麼多的能源也好 什麼等等也好 這麼仰賴的時候 我們要不要把這個 氣候變遷這件事情 跟整個國土的空間也好 國土的一些研究也好 把它拉高成質 那經費部分 我們也想要來動個念頭說 以前大家都知道 有這個公共藝術 就是公共工程裡面 抽1% 這件事情我也覺得是 台灣這個很少美妙的事情之一 居然也不通過了 現在這些藝術做的好不好 是一回事 真正可以用這樣一個 穩定的裁員來做這件事 這台灣也是少見的 我們現在有點想要 把這個事情再來說 千分之一拿出來做 這麼一個研究機構 它的一個裁員 把它當成說 大型的公共建設 或者是大型的公共施政 其實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容易量化的社會成本 所以那些社會成本 我們就把它當作是 取自於社會再用自於社會 這個狀況 我以上提供給大家 一起參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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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